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就在沙田法院提讯 Chris就承认了当中的五宗罪 最终是被判入狱二十五个月 杨栋梁离开这个法院 听到结果之后 被问到他怎样看 他就失控百喊 之后他作出承诺 我会迎娶Chris叫女方可以放心 如果想知道多些 请留意我们娱乐新闻报导 和我们东章plus的报导 网民就说 今次可以说是经一事掌一字 他撞了板 不过也能买到教训 而对于以下这个个案 我们都是四个字 小心撞板 昨天我妈妈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卡住 之后就搭来这里 之后她打算站稳 走两步之后 就被这个位置卡住 就跌在这里 昨天一位七十岁婆婆 走过大埔区华人街的时候 就被行刑过老板卡住 弄到全身多处受伤 要入院治疗 昨天12点到1点左右 我妈妈经过这里 然后她走斜路下来的时候 就被板卡住 撞到栏杆 再被下面那块卡住 就跌到地 之后就有人帮我妈妈 叫车 然后对面的伯伯 就拿把遮掩 被我妈妈挖住 遮掩我妈 等把车来 她的鼻梁砍损了 然后咀损了 那些门牙有两三个 松了 然后左边肩膀 撞到骨碎了 那些手都拆损了 她整晚都黄稳的 没什么吃东西 然后到今早她突然之间 叫我她说她很暈 然后家里又暈了 然后我就再叫白车 送了她去医院 据吴小姐所说 这些行人郭老板有安全隐患 踏上去都有机会站不稳 事后她都报警投诉 昨天报警完之后 之后又找到那些 一百二三那些投诉 那他们路政署那些 应该和水母署那些沟通了 就今天就立刻找人 来整好那些栏杆 铺回地 因为我昨天试过走去 那栏杆第二块下面那块 它下面是空心的 其实上去跳是跳得动的 我觉得你弄完那些东西 不是铺回好那些东西 才被人走的吗 很危险 因为现在这样看 也有很多老人家经过 我想十个八个走过 起码有一两个会击清 但他们不会跌到我妈妈 那么严重 那些板上面有些钉在 警察都试过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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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那是那块板卡到我妈妈 还是钉卡到我妈妈 我就不知道 我妈妈这样跌 也跌到你这里 如果真的跌远一点 跌了出马路 那么多车经过都很危险 老人家跌倒可大可小 不过不少这些都希望 有关部门可以多做些 避免再发生意外 我妈妈都行动自如 我妈走路不会玩电话 她只会坐下 才会拿电话出来按 经常都会留意路面走 如果我妈这么留意 她都可以跌到感伤 何况那些老人家 走得不方便那些更危险 我觉得整扇商 如果你整路 可能譬如这条斜路 你可以在前一点 或者在这些位置 有些指示牌 给人说 正在整路 叫人家小心点 没那么多意外发生 今天中午12点 断车隧道去机场的方向 发生泥头车失事 搞到往机场的交通 严重受阻 我们看看片段 就会看到隧道里面的金属板 严重损毁露出框架 碎片四散 而立青也是一地 而泥头青就翻側倒地 司机被救出送院 意外的原因未明 看到这么大型的交通意外 在网上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网民就说 看到这个画面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横掃千军 而以下这件事都是要掃 不过是掃非 因为他开演唱会 恭喜 希望是刘威王迎包舞台 刘威王开个人演唱会 今天开记者会 大批粉丝撑场 当中还混入一个引气王 譚绯子 其实除了绯子 还有一群喜欢好兄弟 为威王打气 威王 威王 为什么你开演唱会 这么多兄弟支持你 那… 我们… 你这样说吗 这样问 会不会有个人在这儿 所以你开演唱会 因为… 因为他人缘好 为了兄弟开演唱会 因为他人缘好 我帮他回答 他不好意思回答 他觉得自己人缘很好 他不好意思自己回答 我帮他回答 上次徽子演唱会 大家已经玩了龙珠 很多东西 但今次会玩什么 我想… 一群兄弟这么有型 一定要玩有型的东西 上次我觉得咸蛋 咸蛋也有型的 我自己觉得 但RX好像没试过 哇… 现在连样都不让我们看 对 好… 连样做型 其实够不够时间去练习 其实刚才也有说 正常我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 所以… 现在… always ready 是欠个body 就是body almost perfect almost perfect almost perfect 我觉得要逼出来 逼什么出来 逼潜伦 我不能逼的 我不能逼的 我没办法 那天就没办法 我不去吗 但是接下来奥运 你怕不怕抢了封 对 你怕… 你担心我会抢了奥运的封 你猜一下 我也有点担心 你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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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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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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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事 我想想听歌 一定会找听歌的地方 想看的 一定要先看《无先》 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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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了给Henna Bron James那些 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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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不要在那天打 不是 保持着热度 看完奥运 就马上来看我演唱会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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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跟旅行团 都会有一架很热闹 很吵 睡不着觉 赶猴赶命的旅游巴 带大家到处去玩 不过最近就兴起一个深度游 网上的朋友 就拍到一群年轻人 就带着疑似旅行社提供的蓝色帽 就搭香港巴士体验本地文化 那巴士是香港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又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点 绝对是可以了解多些香港的文化 但如果说到去旅行 当然都要有健康的看法 才可以走到更远的路 所以饮食很重要 整天听人说要补丐 你又知道丐对我们的健康有多重要 而其中 妇女在怀孕期间 又为什么需要留意外质的摄取 刚刚在五月再到做妈妈的Black 就经历过在怀孕期间缺带的烦恼 Black, 你已经生了两胎 在怀孕期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之前生大小的时候没有经验 当时经常觉得腰酸背痛、脚抽筋 上下楼梯的时候 也听到关节卡卡声 后来跟朋友分享才知道原来 因为怀孕期间和产后缺带 会遇到这些问题 严重的话会遇到牙齿松脱 骨質疏松 还有机会影响到嬰儿的发展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怎么去处理 第二天我也有问医生意见 他建议我吃营养补充品去补丐 当然了, 我也会尽量选择天然的产品 避免影响到嬰儿 宝丐需要留意什么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钙片 但很多都是由化学物质合成而来 例如石灰、碳酸等成分 这些物质我们身体很难去吸收 很容易造成便秘的问题 相反, 我会建议大家 宝丐的时候选择天然的钙片 例如由红海藻提煉而成 因为它的成分比较容易吸收 去补充流失 亦是减少有便秘的问题 如果加入透明质酸的钙片 有什么作用? 最主要就是宣缓痛症有帮助 例如关节痛、肩颈痛、腰痛的问题 因为透明质酸 可以提升我们关节液的浓度 可以帮助改善关节的问题 亦可以减少僵硬感和痛楚 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问题有没有改善? 我自己真的觉得有显著的改善 明显觉得关节是灵活了 腰酸、背痛和脚抽筋的问题 都减少了 现在肌肉变得更加有力 臭小孩也轻松了很多 我自己的妈妈朋友 也有吃其他钙片 但就很容易便秘 我吃的天然钙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加上我自己很怕吃大粒的药丸 幸好在吃的钙片 细细细细很容易忏 所以铲后我也继续继续吃 现在胃无语也不怕钙质流失 而且脱头发的问题也改善了 烟卡热潮席卷内地小学界 更有机会撒入香港 究竟什么是烟卡? 有小孩为了拥有, 上网买 在垃圾堆里收拾 专家指风气可能令小孩过早接触烟草 轻时香烟祸害, 鼓吹倒薄 原来几十年前流行的拍公仔指 和现在的烟卡都有关系 留意东章西望 回来东章西望 夏天就是蛇出没的季节 我们有眼睛的观众 在街上拍到双蛇出没 片段我看到有一条黑蛇快速逃走 而另一边有条四脚蛇在地上摊头 这个双蛇出动挺有趣, 挺好笑 不过最近又在网上有一些电片的骗徒 就用东章西望四处骗人 这个就真的不好笑了 因为他骗回来的钱, 我没份的 不是, 说笑而已 大家小心提防 怎样提防? 去片 公安大举出动骗人? 今年六月, 陈先生办理申请公屋手续期间 一时大意 就遗失了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 东章有关遗失身份证专体? 和公安拉人毫不相关 不过原来同样是电片的奇招? 这个东章的片段也有 他做到自己非常可信 来哄你入局 他是这次电片的主角梁先生 五月中接到一个来自内地的电话 收线一切完结, 一接行片开始 因为我在大陆有些物业 刚刚在我的经纪放盘 我接了 他说他是外地某间银行的高级管理 有人用了我的资料, 申请了一张卡 在内地疯狂消费 主要是买珠宝和贵的东西 卖了一万多元 我没有, 我也没有去过上海 也没有申请过这张卡 如果你不澄清 他就会扣押你大陆的物业 或者你的资产来抵上这筆债 又是这些惯常伎俩, 为什么会深信不疑? 因为骗徒掌握受害人量身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 身份证, 回乡证号码等等 个人私隐, 尽在拒手 说得出我的资料, 我真的有点害怕 接着就去一个内地公安 他说, 因为你不小心撤到你的资料 我现在查到你, 用你的名字 在内地有一个银行户口 有49个仇害人 总共298万存在你的户口 那298万不如如非 那些苦主向我们公安求助 你做了那帮犯罪团伙 我已经捉了一个主佬 但他的团伙还没捉完 他怕他会对你不利 所以你一定要由今天开始 每天六次向我报导 报导你安全 说到有犯罪团伙这么夸张 看片图发给梁先生的一张声称 由中国公安部发出的同谋罪状 和梁先生合谋而落网的 一共有五个人 图文并谋, 列出各人犯罪经过 和个人背景 有银行高层, 有人大代表 个个有头有面, 看起来似模似样 一定要签个保密协议 如果你透露我们调查细节 我们立刻会安排解放军 压解上去上海受審 至于把保密协议书 由一个名为国家保密局的机构 所签发 原来内地真的有这个国家保密局 顾名思义, 保密局就是保护 和国家一切相关的秘密和行为 保守国家秘密, 人人有责 我们于是致电国家保密局 看看会不会向一般小市民 发出这些所谓保密协议书 保密协议 我们窗口的话一般不会发出 您能看一下是哪里发的吗? 上面有没有什么? 对, 单位是吗? 因为我不清楚我们这个窗口的话 不会发出什么信件 开场白讲完, 诈骗器肉正式上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行遍的上演地点 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宾馆 一个男人谋谋然独自走到宾馆里面 难免惹起奇思下想 他叫我接受调查 由于他全程有录音和视像监控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密闭空间 不要有人骚扰 相信他, 在入賓館 入賓館前又要拍照给他看 然后… 入賓館前又要拍照? 对 如果要金融诈验, 你是主要嫌疑犯 随时有人对你不利 就拍照给他上去 只有自己一个 身处在陌生的密闭空间里面 彷彿与外界隔绝 思想行为自然会和平时冷静理智 截然不同 我的视像在电话出现 他没有, 他没有视像 他做到似乘诊 叫做法庭检察长 就出现另一个人? 对, 又是另一个人 他做得很似的 他说拋门, 拋门的声音 然后开门 又问我有什么朋友可以帮你 我把我来到大陆所有的资料 说一下你大概多少钱 一共给他疲劳军走五个小时 要令你深信不疑 首先有公安加持 出动恐吓一招, 令你跪地求饶 过来, 过来, 过来 出发 出发, 出发 出发, 出发 我有点怀疑 真的有些人犯罪被他逮捕 只是想恐吓我 拍完你, 再和你分析利弊 骗徒竟然借用 我们冬章节目的片段 他说我们是中区犯黑 我们想找他找我 事源于冬刑事委坏案件有关 四名男子 事源于这个中环 去了一间金融公司 打烂了玻璃, 打烂了电脑 之后事故逃走駕的车 是我登记的 冬章片段 他强调我不好保护自己的证件 的严重性 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证件去犯案 使得我有点害怕 冬章这么有公信力 所以播放这些加强 去捏失身份证的后果 所以我也有点相信 我会想要有更多人 效威力不够 更加赞助六大壮 绝对胆大包天 好, 副本也好 因为这些是很重要的资料 你不去避案 人家第一个怀疑就是你 六大壮当然想加强他的说服力 让我深信不疑 自己真的不小心 失去这个证件 洩漏了自己资料的害处 更加可以缺席我的思想 我觉得很愤怒 为什么呢 很明显他们为了不择手段 利用这些片段 去增加他的说服力 他利用了李冬章 因为李冬章的节目 是认受性很高的 再加上本人 一些法律的意见 两者加在一起 人家就觉得 今次是一个很有认受性的说法 这些片段 是偷换概念的 他将一些讯息 本来是一些正确的讯息 加插在一些虚假的讯息里面 换句话来说 令人家看上去 有一个印象 就以为是正确的讯息 接着他说了一大论 就是说 现在要你加一把保证金 保证金就证明你的清白 你不会逃亡 这宗金融的诈骗 我显示巨大 所以有五十万保证金 我开始害怕 知道是醒了 接着我说 现在调查了这么久 你可以回去休息 但记住每天 两个钟向我报导 第二天 爺爺打来问我 如何, 筹不筹钱 接着我 知道是假的 接着我用广东话 大大声跟他说 梁智哥, 你找你什么事 我是香港警察 犯诈骗警员 什么妈妈六九 接着他说 立刻收回事 到现在都没有找我 现在我们试试再打给骗徒 好… 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听 你不听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他知道我已经识破了他 为什么提到钱会突然醒觉 知道对方全心诈骗? 原来一切源于八年前 梁先生的一段惨痛经历 我在八、九年前 曾经在台母借过钱 借了六十万 我还到差不多还完 他又还了一个 百二万的私人贷款 我打算有个这样的户口 方便我去资金还用 我相信他 他说 你又要拿百二万 但证明你有这个资金 他才能批给你 我说我没有 不要紧 我介绍到一家财务公司 你拿了一笔钱 用来做保证金 我借了, 然后拿上去 一直都没有消息 那半个月之后 我上去那家公司 已经收拾了 我知道被人骗了 根据统计 香港每隔十三分钟 就会发生一宗骗案 不想这个时间加快 梁先生决定 将自己的经历共住于世 我今次的損失 只是損失 酒店租房三百多元 骗人的人 一提到钱一定要落责 每次骗几十万、几十万 就是一个普通家庭 或者普通人 怎可能有几十万被骗 一骗完之后 我看见他整个人生 都会彻底改变 希望用我的经历 警戒别太轻易相信人